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2023年8月24日 维拉时应喜百年 周四凌晨 欧协联外围赛展开角逐 喜百年届时在主场迎战阿世东维拉 M直播会由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两队均在上仗重返胜轨 士气层面相差无几 但考虑到一方是苏超球队 另一方是英超球队 此一自然看好实力更强的阿世东维拉 近期平平一周双赛 阵容薄弱的喜百年已无法兼顾两者 欧占高歌猛进来到第四圈 聚分组赛紧一步之遥 但联赛开局遭遇连败 二仗被攻入五球 成为苏超前二轮失球最多的队伍 不过拿方组状态值得称赞 目前有二球进仗 上仗苏格兰联赛杯 喜百年二比伊利克拉夫流浪迎来国内赛场首胜 不过需要指出 拉夫流浪只是苏冠球队 可见喜百年胜利的含金量并不充足 何况还被对手攻入一球 此番面对强敌阿世东维拉 喜百年主场沦陷在所难免 阿世东维拉今下千下多名强员 无疑想在联赛方面更上一层楼 加上经济参与欧协联的争夺 势必想在欧战方面有所作为 然而英超首轮 阿世东维拉就遭遇当头一棒 与纽卡素一战 阿世东维拉的防守如同指护 最终一笔无惨败 稍显安慰的是心源之一 莫杀迪亚比斩获处子球 不过鉴于纽卡素市上 基因超前四的队伍 实力落于下风的阿世东维拉落败 也并非不能理解 上仗对阵保祖分子的爱华顿 阿世东维拉发挥出真正实力4比0大胜 李安拜尼贡献一球一柱 并成为本场最佳球员 火力全开的阿世东维拉此意识取袭百年 谢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 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